主料,新鲜羊肉300克,大米500克,辅量,油,盐,大葱,生姜,胡萝卜,胡椒粉,自然粉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羊肉洗净,切小块,葱切段,姜切片,胡萝卜切小丁,国内加水放入葱姜,水开后放入贴好的羊肉大火煮开, 等羊肉变白色,老鼠备用,炒锅内加少许油放入羊肉,八角,胡椒粉翻炒,锅内加水,放入胡萝卜丁根据个人喜好放自然粉,经年大火煮开,把锅内肉汤倒入电饭锅,把淘洗好的米倒入电锅,按照正常的米饭的过程进行即可,烹饪技巧,小提示,一,葱姜,胡椒粉,自然粉的放入, 是为了去除羊肉的稍微并提鲜,而胡萝卜是融汁蔬菜,胡萝卜的加入可以吸附油脂,让米饭吃起来不油腻且香甜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